迎接2020台湾灯会各公所也以在地特色设计花灯引兵 像是神钢区公所就将骑着铁马的吉祥物署来保 以及神农米等神钢农特产品 结合火车打造了拧影灯亮练练神钢花灯车 而这一天点灯的时候 区长也限量招待地方美食臭豆腐三角圆汤向大家来推荐 也希望透过美食以及花灯的魅力带动地方观光 幼儿园小朋友带来一连串火力四射的表演 令现场许多家宅真相拍照 也为接下来的点灯仪式热闹开场 迎接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神钢区公所打造 拟影灯亮练练神钢花灯车这天举行点灯仪式 来介绍我们神钢的特产 我们神钢好吃好玩的地方 也希望我们全国的民众来台中观赏灯会的时候 可以晚上看灯花灯 白天可以游神钢也可以游我们台中市 再次来介绍我们的农特产品 将骑着铁马的吉祥物蜀莱宝 结合神钢农特产品 神农蜜、马铃薯、荔枝等五大农产 搭配火车主体互相辉映 象征丰收满福的意象 光彩夺目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照 还有纯红弹、荔枝、马铃薯 这些产入都会代表神钢的特色 那我们台中台亚神协进会 在这个区域跟我们这个地方 也都相当的连接关心 那我们希望可以借企业的一己之力 来跟我们这个地方 以及我们这个台中市的大重要的事情 这个灯会能够来做个连接 除了花灯车展出之外 公所也在现场推广在地美食、臭豆腐、三角圆汤 限量招待现场民众 区长表示 神钢有全台文明的坦雅神绿园道 以及百年妈祖公庙、万兴宫等知名地点 民众可在神钢地区规划半日游或重点旅游的行程 我们常常讲 神钢是神说好的地方 代表神钢过去30年 神年也是一个辉煌的地方 所以这台火车也将带领着我们神钢 将在启航一飞冲天 一连串的活动除了提前迎接元宵节的到来之外 也为地方增添年节热闹气氛 希望透过活动发扬地方特色 也提升神钢地区的观光人潮 欢迎民众到神钢游玩 记者彭与菲台中采访报道 不质 这回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